上吧 就抓那个 直接一上去就围 跑了跑了 快跑快快 我有一点紧张 都跑了 快快快 追下去 快追快追 别跑你跑 徒手抓过羊 徒手抓过鸡 这要徒手抓牛 还是第一次 这牛 跑得也挺快 别跑 回来 大哥 悄悄了过去 他们三个采取的是 包抄的战术 悄悄地接近 慢慢地围拢 在他放松警惕时 三人一拥而上 将他拿下 战术应该是没问题 问题是害怕 是吧 刚才那五六头牛 像那个骑士一样 站在前面 东北就是攻击咱们 站得靠近一点 这样我有点安全感 就也没见他们叫一声 然后就骑啥啥 像我们现在这样 就站在一起 然后就 这种感觉 太吓人了 是不是吃不上了 吃上了 咱们一会接着抓 现在眼前 就只剩点新鲜的牛粪 人家以前是望梅止渴 我现在只能望着牛粪小牛肉 牛没抓到 坐在大草原上 望着一轮明月 宁静的草原 也有一番风情 炸马宴中的美食主角 一百千克左右的黄牛 在大家齐心协力之下 顺利地进入到了大桶之中 牛肉与蔬菜制成的 调味料汁水充分融合 五个小时左右的腌制 使牛肉内外 都有着浓郁的蔬菜之香 牛肉腌制的五个多小时中 味道调查员要去拜师 学习纳达姆的男儿三艺 骑马 射箭 摔跤 蒙古族素有马背上的民族之美誉 赛马也就成为蒙古族男儿们竞争十分激烈的项目 哇 你看 那就是传说当中跑马的汉子们 万马奔跑 尘土飞扬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萧萧萨 大家好 赛马奴 你好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 清风 清风 我叫徐来 我有一个很好的伙伴了 尽量重心往下走 甚至不要来回抖 我主要是要学怎么让他停 压的话往后拉 往后压就行了 对 我觉得梁老师就很有自信 觉得我会骑一样的 然后上去就要了 两个就同时替他 对 他说他赛马要拿冠军 你们认可吗 肯定不让啊 不让 你看 他说他要拿冠军 我的马连续三件冠军了 谁去马 浓浓的火药 现在就是 沙场驰骋 纵情高歌 带着亢奋的心情 为了调查员开始寻找他的射箭老师 体验一把剑无虚发的魅力 从小特别喜欢弓箭 一旦要开始拿弹幕的时候 都是热血沸腾那种感觉 我是想拿冠军 弓箭是古代蒙古族不可缺少的武器 优秀的射手在草原上非常受人尊敬